埋伏在附近等目標出現 員警馬上衝上前詢問 結果竟發現對方不是車手 是詐騙集團請快遞公司幫忙收件 沿路跟著他到送件地點 果然找到人 小姐我是警察 這個包裹是誰請你收的 他跟你什麼關係 他是我表姐 整起事件會曝光 就是因為一名70歲 造姓被害人投資被騙 240萬元 看見網路上有駭客團體 可以利用入侵博弈平台 調整賠率 幫忙討回這些錢 因此再次落入陷阱 又投入170萬元 才發現自己被騙 對方表示要再繳70萬 恢復信用 才能把所有錢領出來 趕緊報警 警方到場待人 而這名男性車手 其實也是被害人 曾經被騙過幾百萬 想討回錢 才加入駭客團體 結果詐團跟他培養感情 吸收他當車手 被一炸其擊 洗錢防治法送辦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